4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220票赞成,20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立法,将大麻在全美范围内合法化,并取消对拥有或分发大麻者的长期刑事处罚。 参议院接下来将进行投票,并需要至少60票赞成票才能通过立法。 该立法还将对大麻销售征收联邦税,为受到所谓毒品战争政策伤害的社区提供援助。 该政策对分发和使用毒品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据悉,销售税将从5%开始,并在5年内逐渐增加到8%。 加州副州长康一连3月31日签署法案,将加州租房驱逐禁令再延长至少3个月。 该规定禁止在6月30日之前驱逐任何有未决申请的人,但申请加州新冠租金救济的最后期限仍然是3月31日午夜。 这意味着当局不会再接受任何新的租金援助申请。 加州的驱逐保护禁令原定于周四五夜到期,截至周二,仍有数以万计的家庭在等待申请处理结果。 如果立法者不能延长期限,那些等待租金援助的家庭可能将从周五开始面临驱逐。 加州紧急租房援助计划将在周四五夜停止接受新的申请,该计划已经开放一年多。 但是,住房倡导者说,仍然有许多人没有提交申请,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或在收集必要文件以确定他们的申请资格方面遇到困难。 在美国宣布史无前例的储备由投放计划后,为了缓解能源价格高涨带来的经济损害,美国几个盟友也打算加入拜登政府行列。 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表示,国际能源署IEA成员4月1日同意释放新一轮紧急燃料储备,每个国家放油的时间和数量将在稍后决定。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IEA的盟友将同意从自己的储备中释放3000万至5000万桶石油。 两位知情人士透露,除了日本外,英国也会释放油库存。 IEA表示,将在下周初提供有关投放储备由的更多细节,这是该机构自1974年成立以来的第五次协调干预。 4月1日,美国纽约斯塔腾岛的亚马逊员工以2654票赞成票,2131票反对,决定成立工会,令亚马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成功成立工会的美国公司。 亚马逊向监督这一过程的美国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提供了符合条件的工人名单,有超过8300名符合条件的工人参与投票。 为提升市民接种率,香港特区政府近期已推出家居疫苗接种计划,并于3月31日首次安排医护团队实行为未接种的70岁或以上长者,因病患或残疾不能外出接种等有特别需要人士上门接种疫苗。 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表示,特区政府会排除万难,推动服务,让一些可能因行动不便而未能前往疫苗接种点的市民也可得到疫苗保护。 接下来将继续实行到户接种。 进而,扩展至所有围风检测大厦的有特别需要的市民。 香港第五波疫情中,老人的感染比例和死亡率较高。 特区政府将通过家居疫苗接种计划等新措施,争取在4月底前把70岁或以上及院设长者的首针接种率推高至9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